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3.6万亿元 增长3.7% 截至今天上午9时 全国汽车报废更新补贴申请突破45万份 上半年新能源乘用车零售增长33.1% 服务消费较快增长 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增长7.5% 餐饮收入增长7.9% 上半年货物进出口21.2万亿元增长6.1% 服务进出口3.6万亿元增长14% 货物和服务进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13.9% 外贸新动能加快培育 上半年跨境电商出口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传播汽车等优势产品出口快速增长 商务部对1.6万家重点外贸外资企业调查显示 超七成企业预计前年出口有所增长 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量达2.7万家 实际使用外资4989亿元 引资结构不断优化 高技术制造业引资占比较上年同期 提高2.4个百分点 对外投资合作较快发展 上半年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5,160亿元增长19.5% 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5,133亿元 增长4.7%